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通过获取的障碍物位置信息来构建3D地形图 飞行器穿过楼宇 抵达拍摄地点 求行歌剧院 飞行器开始进行环绕航拍 此时飞行状态一切正常 成功完成绕飞航拍以后 飞向下一个拍摄目标 此时飞行器抵达楼宇背面 控制信号被遮挡 遥控器中断 飞行器悬停6秒 触发失控返航 然后飞行器会参考原路径返航 并通过前世避障已构建的地形图 进行路径规划 若按已规划的路径返航一分钟内 重新获取信号 飞行器进入悬停状态 等待遥控器控制指令 若10秒内无指令 系统默认启动智能返航功能 智能返航触发时 飞行器会自动选取当前位置与起飞点之间的直线路径来返航 若已开启远距离避站功能 飞行器会探测距离300米以内的障碍物 并提前爬升 当飞行器处于200米以上高度时 则尝试左右绕开楼宇 飞行器最终会自动飞回返航点 并自动降落 演示结束 谢谢观看